第四個 backstory 看看自己的前面個字 第十五個字 哇 你又數呀 剛剛我說鼻鼻 今天日常數 真的有十五個字 我不是第一次 我只能有過幾次 接受過幾次了 你說一下你的經歷 1999年第一次接受是抗議人大釋法 2002年那次 1月10號中審庭推翻了原本129號的抗議 所以我們接受了第二次 今次要求加速對新政策的落實 是抵達首次的 2008年我們在瓦濟入境寺 都是為阿秀絕勝的 就是要求入境寺給他讀書 但是我們成功了 今天就是抗議了香港政府 11年半做未解決歸留的問題 他一直拖延至我們所要求的 新政策的落實 所以我們緊早在今天 因為在今天進行絕勝的行動 就是這個行動升級一點的 就一直跟我們說著 就來公佈了新的政策和措施 給你們 但是你去到6月30號 你還沒做到這件事 我們現在就要求 你紮緊一點這個進度 不要一直拖字 剛才呢 當我回報了 給納瓦會議員會就說 國政策措施 和澳門那個居民的子女 是差不多一個方面的 就是在2001年 2001年11月1號 後沒有成為香港居民 拿到第一張身份證 當時的子女未超過14歲 都是有資格有條件申請 就算有這個方案 他也是沒有去做到一些措施 和拒託的事情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一直拖字拖字說 做簡做簡 所以我們就要求要緊一點 盡快一點 可以在這個年中解決這件事 要積極行動 一定要表達至少 就是說 我們都是人的 就是人基本上 要解決自己人權的問題 浪費 就是用這麼多時間 不要說浪費了 你打算什麼時候睡覺呢? 你幾多點會睡覺? 不一定的 好像現在的嚴格說出行業 不一定 你會睡不著嗎? 也會 因為飛行太大了 太臭了 是啊 其實我也試過在這裡睡是睡 我記得那時候你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是啊 不是也不是很小 一陣子 一陣子 只是幾年前而已 真的 是 是這裡很難睡的 是金仔才能睡得到的 秘密的 你遭遇呢? 噢 暐暗的日子 何時會嗎? 究竟在坚持是为了什么 我在黑暗中惦记不过 希望可从去找不着牵润的 你会发现我和你都一样 如果你还懂得为我暖过 你可能觉得我很天真 可是我希望你会跟我一起 你会看得见 你会看得见 我们今天多美丽 你会看得见